大家好,我是大老K 不知道咱频道的观众中有没有动漫爱好者 不得不承认,这年头动漫早已不是孩子们的专属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动漫片了 但小时候的一些经典动漫形象至今印象深刻 但凡在商店看到如机器猫圣斗舞师之类的手办作品 依然会有强烈的购买欲望 之所以会聊到动漫 那是因为本期咱们要来讲述的这起案件 就与某个动漫角色有关 有人要说了,知道了 你是不是要讲香港的Hello Kitty摩卉安啊 恭喜你猜错了 实际咱要来讲的是一起发生在韩国 名为流氓兔杀手的案件 那么一起凶案 为什么会与可爱的流氓兔扯上关系呢 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 2005年11月11日上午 韩国首尔阳川区新亭洞附近某家餐厅的老板和往常一样 早早的来到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 可他刚把车停好 就发现餐厅外的墙根处不知道被谁丢了一大包的垃圾 由于韩国对垃圾投放的地点和时间都有硬性的规定 要是随便乱人的话很容易受到处罚 为了不惹麻烦店老板不得不把那袋垃圾给处理掉 因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嘛 心里多少有点生气 于是上去就给垃圾袋来了一脚 哪只一脚踢完 老板愣住了 因为这垃圾袋的脚感太奇怪了 既软又沉重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老板打开了垃圾袋想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可下一秒 他的双腿就因恐惧而不自觉的颤抖了起来 想必各位已经猜到了 没错 垃圾袋里躺着的是一具头部被套了一只黑色塑料袋的女性遗体 在接到报案后 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但经过初步查验 除了抛尸用的大型塑料袋以及扎袋口用的绳索外 并无其他值得灌注的痕迹 至于被害人则是一名年龄在40岁左右的中年女子 而当务之急便是把遗体送往法医办公室 确定其去世的真正原因 并搞清楚被害人到底是谁 不得不说 想在人口数接近千万的首尔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并非意识 可这会预料的是 案发后没多久 这项工作就顺利的完成了 咋回事呢 就在遗体被发现前 新亭栋地区刚刚有人报了失踪 事情是这样的 有名男子向警方报案称 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自己与妻子李一默发生了争执 后者一气之下就摔门回了娘家 哪知等丈夫冷静下来打电话到岳父岳母家准备劝回妻子时呢 对方却表示李一默从来就没有回去过 这样子好了 老公和父母都急了 可惜啊他们找遍了所有李一默可能去的地方 也联系了所有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 最终依然毫无线索 无奈之下 丈夫呢只能向警方报了失踪 而警方在查阅了大量监控后发现 李一默最后一次被摄像头拍到的位置 正是在新亭栋地铁站的自动扶堤附近 考虑到他失踪的时间以及地点包括年龄都与女士比较接近 所以负责人呢当即就将李一默的家人请来警局任了事 结果正如所料啊 塑料袋中的女子正是李一默本尊 而经法医检验他去世的原因为颈部压缩性窒息 通俗来说呢就是被人掐死的 去世时间为2005年11月10日的深夜至11月11日凌晨 换言之他被人发现时距离其去世只有不足12个小时 另外李一默的副枪呢有些许的出血迹象 说明他曾遭受过殴打 非但如此法医还在其身上发现了侵犯痕迹 但却没有提取到嫌犯的生物信息 由此可见凶手在作案时是有防护措施的 以上啊便是警方掌握的所有线索了 鉴于此眼下能做的似乎就只有对案发地周边的居民展开排查 尝试寻找可能的目击者 听到这儿啊有人觉得奇怪了哈 按照咱以往的经验 妻子遇害呢 丈夫必将成为首要的嫌疑对象 更何况李一默本就是因为与丈夫存在矛盾才离家出走的不是吗 哎 说的有道理 事实上警方已经简单确认过丈夫在案发时的行踪了 证实其没有作案实践 更重要的是打从案件之初 调查人员就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起连环谋害案件 原因呢是这样的 2005年6月7日也就是李一默案发生半年前 首尔警方呢曾接到过一名清洁工的报案 对方说自己在打扫一所学校外的卫生时 发现了两个口对口套在一起的大米袋子 袋子上呢还捆着几根绳子 不过以上都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两个袋子的接缝处竟然伸出了一双人手 当警方赶到现场后果然在两个大米袋中发现了一名早已过世的年轻女子 后经调查被害人为现年20岁的全姓女子 至于她去世的原因为窒息 腹腔伴有出血迹象 而且生前呢曾遭受过侵犯 但法医呢没有提取到嫌犯的生物信息 这一段是不是听着很熟悉啊 全女士与李一默的法医报告简直如出一辙 非但如此 发现全女士的那所学校同样地处新亭洞地区 而那个庄人的大米袋也同样被放在了学校外墙的墙根处 因为两起案件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点 且两名被害者又没有任何交集 所以警方判断这次多半是遇到连环谋害案了 事实上在全女士的案件发生后啊 当地民众还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在关注着调查的进程 当时警方也找到了一名可能的嫌疑人 那个人呢是全女士的一位表哥 之所以会怀疑上他 原因是亲友们都说全女士与表哥的关系很紧张 而且表哥在参加全女士葬礼时的表现非常怪异 具体怪异在哪呢 网上没有披露啊 总之就是很可疑吧 可惜啊 在经过一轮调查后 此人的嫌疑被排除了 而当李一默的案件发生时 大家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对 貌似新亭洞地区出现了一名专门针对女性的冷血杀手 因此老百姓的态度也从事不关己转变成了极度的恐慌 所有人呢都希望警方能够尽快地抓获真凶 然而先前我们说过啊 不管是在全女士的案子上还是在李一默的案子上 调查人员都没有获取到有关于真凶的任何生物信息 更麻烦的是通过对案发地周边住户的走访 居然连一个目击者都没有找到 面对这种情况负责人是头疼万分 但来自舆论的压力又迫使其无法在调查上有任何的懈怠 想来想去啊 他决定邀请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朴昌元 法学教授柳成浩以及心理学家朴志迅等人 前来为调查提供帮助 不得不承认啊 这帮专家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啊 他们刚上场就盯上了一个先前根本没人注意过的细节 各位还记得吗 不管是套着全女士的米袋子 亦或是裹着李一默的大塑料袋 他们的外面啊都捆着几根绳子 而专家们发现的细节就在于绳子的打结方式上 其实把遗体装入各种袋子进行丢弃的方式并不少见 但为了不让人轻易的打开它们 凶手往往会将袋子系上死结 可奇怪的是啊 在全女士和李莫的案子中 凶手打的都是活扣 而且打法非常独特 结的两端啊 一头长一头短 短的那头呢 还明显是被剪刀之类的工具截断了 这个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既牢固又很容易解开 只要轻轻抽动短的那头就行了 换言之 凶手对打结这项工作非常熟悉 另外两起案件的抛尸地点呢 分别是学校和餐厅附近 都属于人流量比较大的地区 照理说啊 选择这些地方对于凶手来说风险是很大的 因此一开始啊 专家们认为嫌犯可能是个对新亭洞地区不是太熟悉的外来人员 然而在经过实地走访后 他们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虽然两处呢都是繁华区域不假 但抛尸的那个点却都在盲区之中 到了晚上更是少有人经过 也就是说凶手不但不是外来人员 而且对新亭洞地区相当熟悉 在综合了所有信息后 专家们呢提供了一份对嫌犯的策刑 他们认为凶手应该是一名生活在新亭洞地区的青壮年男性 平时呢从事打包类工作 收入不高且存有暴力倾向 警方在得到测血后 当即就选择了登报 希望民众呢能为破案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 他们也对新亭洞地区有过前科 特别是犯过侵犯伤害这类案件的人员 展开了摸牌 你们猜结果怎么样 一无所获 反观民众这边 有用的线索呢一条没有提供 各种催促警方破案的声音倒是满天飞 鉴于此 负责人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就把摸牌的范围从新亭洞地区 扩大到了新亭洞周边地区 甚至呢还把区域内 所有从事打包类工作的人员 统统查了一遍 万没想到 经过这么一折腾啊 线索依然没有找到 但新的案件却又发生了 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 此次案件的受害者 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2006年5月31日 是韩国第四次地方选举日 全民的公休一天 正因如此 朴女士呢想着趁此机会 找男朋友出去浪一天 于是乎两人相约在洞澳街碰面 哪知朴女士呢玩手机太入神 竟然坐过了站点 等到反应过来时啊 公车已经开到新亭洞站 朴女士一看 好家伙赶紧下车 由于等一班往回开的汽车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 再加上新亭洞和洞澳街之间 也不是太远 因此她决定步行赶往目的地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男人呢 迎面走了过来 并开口道 你跟我来 问题是 朴女士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人 可下一秒 她就傻了 因为男人不知道从哪里啊 掏出来一把尖刀 而且做事就要捅向朴女士 后者一看吓坏了 而为了自保呢 也只能跟着男人走 巧的是 此时身边正好经过两名路人 朴女士见机 立马就尖叫了起来 这一举动 也的确引起了路人的关注 可男人啊 一点都不紧张 当路人询问朴女士 是否需要帮助时 男人抢签一步回道 没事 我女朋友喝多了 不好意思 路人见朴女士 并未出言否认 便没有多管闲事啊 掉头离开了 有人要问了 这朴女士为啥不说话呢 很简单 因为当时男人手上的那把尖刀 已经抵在了她的后腰上 所以朴女士啊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总之在那之后呢 她就被带到了 新亭洞地区 某洞公寓的半地下室中 这里有插一句啊 所谓半地下室呢 就是房子的大半部分 处于地下 但天花板往下二三十公分呢 又在地面以上 这种结构啊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因为一部在奥斯卡获奖的韩国电影 寄生虫的上映呢 才让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了 半地下室这个概念 接着到目前啊 首尔地区依然有35万人住在半地下室中 好 我们说回案件本身 朴女士被带到半地下室后啊 男子就无来由的对她进行了殴打 接着呢 便解开了裤子 想对其图抹不轨 不巧的是啊 男子突然感觉有点尿急 所以呢 就转身先去了厕所 要说这朴女士还是很机灵的 此时此刻 哪还有时间犹豫 趁着男子不在啊 她连滚带爬的冲出了地下室 由于不了解结构呢 怕找不到公寓的大门 再加上朴女士刚被带进地下室时啊 男子曾对着屋里的另一个房间喊了一句 我回来了 然后呢 就听一个男人回道 哦 回来了 换言之 办地下室中 应该住着两个男人 如果朴女士就这么往外跑的话 很容易被抓回来 因此呢 她索性反击道而行之 跑上了公寓的二楼 而二楼的住户门前呢 正好放了一个很大的鞋柜 朴女士见状 赶紧侧身躲到了鞋柜的一边 并探头呢 看向了一楼 裹不起来 一会儿啊 两名男子就骂骂咧咧地从地下室冲了出来 嘴里呢 喊着 要是被我抓到 我就弄死你 其中一个人的手上啊 还拿着一把锯子 这阵仗吓得朴女士赶紧缩回了头啊 心里呢 就不停地祈祷着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楼道中呢 终于安静了下来 此时朴女士再次探出了头 在确定没有危险后 她疯一般地跑出了公寓 直到看见满是人群的大街 才想起来啊 要赶紧打电话 告诉男友自己的遭遇 最后 两人一起前往警局 报了案 而警员在听完整个案发过程后 意识到此案不简单 首先 案件又发生在新庭洞地区 这本身啊 就比较敏感 其次 案发时间与李宜默案相差半年 而李宜默案与第一起发生的 全女士的案件 相隔同样是半年时间 第三 横检人员曾在李宜默的衣服上啊 发现过一种霉菌 后经检测 确定霉菌不是衣服上原身的 是在哪里蹭到的 而这种霉菌 在阴暗的半地下室环境中 最为常见 所以警方之前啊就认为凶手极有可能住在半地下室中 另外 朴女士呢还告诉调查人员 她在地下室中看见了大量的绳子以及锯子 说明凶手呢或许从事打包行业 这与专家的侧鞋吻合 再加上绑架者的动机似乎也是为了侵犯 所以综上所述 朴女士遇到的男子 多半也是谋害全女士和李宜默的真雄 根据描述 嫌犯的身高大概在1米75 年龄呢30岁左右 骨瘦如柴 重点是眉毛异常浓密 就这样 警方呢 绘制了一张模拟画像 并将其张贴在了新亭洞地区的大街小巷 期盼着知情云的出现 听到这儿啊 肯定有人想莫明白了 其实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只要朴女士说出公寓的具体位置 警方到地方把人一抓就行了 还贴什么模拟画像 哎 说到点子上了 这就是此案最让人遗憾的地方 话说朴女士本身就是个路痴 而从她被人劫持的第一刻起 脑子里就一直在飞速地运转 想着如何才能逃出生天 因此呢 对前往公寓的路线就更搞不清楚了 另外 案件的发生让她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致使其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急障碍 综合以上原因 朴女士对于公寓的具体位置几乎是一无所知 不过呢 却提到了几点细节 当时她逃出地下室后 不是躲在二楼的一个鞋柜旁吗 朴女士说啊 那个鞋柜的支架上 放着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手工花盆 鞋柜的侧面呢 贴了一张流氓兔的贴纸 另外她在逃命的过程中曾路过一所学校 而且她记得学校的名字 好家伙 这几句话让警方原本失落的心情再一次活跃了起来 显然只要找到那个鞋柜就能逮出凶手 这于搜寻的范围貌似也不是很大 因为从朴女士跑出公寓到路过学校也就十几分钟时间 因此只要以学校为中心辐射一两公里的范围就行了 可当调查人员真的在地图上画出搜寻范围后 却傻了眼 由于那所学校正处于几个密集住宅区的中央 所以区域内的公寓足有几千栋 就凭警方那点人力 要是通通搜寻一遍 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别说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鉴于此 警方决定只能对一片最有可能的区域展开搜索 同时把相关信息透露给民众 毕竟众人失财火焰高 事实上在流氓兔登上报纸后 其可爱的形象 立即就与连环凶案这个主题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几乎瞬间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从这一刻起 此案的凶手便被冠上了流氓兔杀手的名号 问题是 关注此案的人虽然不少 但提供线索的却没有几个 反观警方那边同样是进度缓慢 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后依然毫无进展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没有新的案件发生 所以这时间一长 案件就自然而然的被树枝高阁了 转眼间啊 九年就过去了 在这九年里 新亭栋地区已然恢复了往常的宁静 当年的三起案件也早已被这里的居民所淡忘 为曾想 2015年10月17日这天 韩国知名调查型纪录片 《我想知道》居然为流氓兔连环谋害案 做了一期节目 更没想到的是 随着节目的播出 留言区中的一条评论 竟为案件的重启 拉开了序幕 咋回事呢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啊 在案发那年自己正在新亭栋地区的一家披萨店做兼职 平日里的主要工作便是送外卖 在看过纪录片后 此人突然就回忆起了一件事 说当年啊 就有一个门前放着鞋柜的人家 经常在他们店里面叫外卖 而那个鞋柜上就有一张流氓兔的贴纸 非但如此 为了更好的设计送餐线路 这位外卖小哥呢 还拍了很多街区的照片 其中就有一张拍到了那栋公寓楼 当然啊 这张照片呢也被他发了出来 好嘛 这条留言的出现那真是一时记起千层了 有不少敏感的网友发现 此人上传的照片中不但有公寓的照片 而且呢公寓门前还停着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的旁边呢 则放着一袋大米 估计已经有人想到 第一起案件中的受害者 全女士在被人发现时 不正是套在两个大米袋子里面 这一发现呢 进一步证实外卖员拍到的公寓 可能真的就是凶手居住过的那栋 要知道 2015年时的网络环境已经远超从前了 各种地图软件是层出不穷 这让网友们呢 很快就扒出了照片上的真实地址 这那有不少人啊 跑去现场拍下照片 发到了网上 此事的发生 又把案件中另一个关键人物给逼了出来 谁呢 流氓兔鞋柜的主人 也就是那栋公寓二楼的住户 因为案件在网上的持续发酵 使得这家人呢 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骚扰 为了还自己一个亲戚 他们不得不通过我想知道节目组 向全社会发声 将网友们所关进的问题呢 一一做了说明 据女主人阐述啊 她就是那个鞋柜的主人 案件发生时呢 家里的小孩才刚满三岁 鞋柜上的手工花盆 以及那张流氓兔的贴纸 都是自己孩子的杰作 当年楼下的办地下室中 的确住着一名男子 此人呢 大概三十岁左右 听说呢 在九老洞附近工作 不过平日里啊 还有另一个男人 也经常会来地下室住几天 但大概在2006年十月份前后 男人呢 就搬走了 之所以时间上会记得这么清楚 那是因为2006年十月 女主人呢 正好生二胎 大家还记得第三起案件 也就是最后逃出身天的朴女士 是啥时候遭到的绑架吗 是2006年的5月31日 四个月后的2006年十月 正是警方公布流氓兔贴纸 号召民众提供线索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搬家再次证明地下室的男子 正是警方要找的人 就这样 纪录片播出两个月后的 2015年12月8日 首尔警方呢 正式公布重启 新庭动案的调查 并由首尔警局 第二凶案小组负责侦办 后者在接到指派后 立即就把当年三起案件中 找到的所有证物 重新进行了检验 想着用先进的行政技术 寻找到当年可能遗落的线索 与此同时呢 他们还安排警力前往了现场 打算在那间嫌犯待过的 半地下室中 寻找蛛丝马迪 哪知道地方一看 心凉了半截 因为那几年呢 首尔是一直在对旧住宅区 进行翻新改造 案发公寓 恰巧就在改造的范围内 原先的半地下室 已经被重建过了 这边刚碰完毕 另一边呢 又传来了一条尴尬的消息 这检验部门啊 在第二起李末案的证悟中提取到了微量的疑似嫌犯的DNA 倒霉的是提取过程貌似出现了问题 没能分离出完整的序列 这件事的发生 搞得重启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 可这一次呢 调查组的运气呢 还算不错 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 新线索竟自己送上了门 上面说过啊 在我想知道的节目播出后 流氓突案呢 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电视台看收视率不错啊 于是呢 又追加了一期 等第二期节目播出后 有一位江先生主动联系警方称 自己可能知道一些有关于嫌犯的线索 案发那年啊 也就是九年前 江先生呢 刚从部队退伍 应聘到了首尔的一家电视台上班 我们知道看电视都是要交费的 而江先生的工作呢 就是寻找那些非法拉设信号线 白嫖电视看的人 然后呢 切断他们的线路 2006年的某一天 江先生被公司指派去一户人家切电线 于是呢 他根据地址来到了新亭洞的一间半地下室门前 讲到这儿 大家肯定猜到了 没错 江先生认为 这正是嫌犯所住的那间地下室 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很简单 地下室所用的非法线路呢 是从公寓二楼的某处拉下来的 因此江先生去二楼拆线时 看到了那只流氓兔鞋柜 由于无聊 他还顺手把玩了一会儿鞋柜上的手工花盆 重点是 在那次工作中 他与办地下室的男人 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并且呢 还闹了点不愉快 所以此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最后在催眠专家的协助下 江先生详细描述了嫌犯的长相特征 就这样 一张全新的画像被分发到了各地警署 毕竟呢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或许嫌犯早已离开了首尔 专案组动用这种方式 就是为了扩大搜寻范围 事实证明 此举非常有效 画像发出去没几天 首尔方面就接到了 釜山鸡张警局郑与郑警长的来电 郑警长告诉专案组啊 画像上的男子跟一个名叫 金善宇的人非常相像 而且这家伙呢 有过各种前科 其中就包括了性犯罪 当年唯一的幸存者朴女士说过 绑架他的人大概在30岁左右 恰巧啊 金善宇出生于1978年 流氓突案发生时 他28岁 与朴女士的阵言吻合 别急啊 还有更劲爆的消息 虽然在我想知道的纪录片播出时 金善宇身在釜山 但案发时的2005年到2006年期间 他人啊 就在首尔 并且呢 还在那结识了一个叫嫖根亨的人 这哥们呢 因为谋害一名老人 被判入狱 他和金善宇认识时 正处于假释阶段 据说呢 在建筑工地从事搬运一类的工作 两人呢 不仅都住在新亭洞地区 而且来往生命 2008年 金善宇和嫖根亨啊 又因两起性犯罪 在釜山被捕住狱 听到这儿 各位什么想法 肯定是他俩对吧 反正首尔警方呢 在了解到以上这些信息后 是激动万分 于是 他们立马就将案件的幸存者 嫖女士 以及证人江先生 请来确认嫌犯的身份 其中江先生一眼就认出了金善宇 至于嫖女士呢 因为当年受了太严重的刺激 大脑呢似乎刻意屏蔽了一些恐怖的记忆 所以啊很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 总而言之 专案组呢 将金善宇和嫖根亨两人列为了流氓图案的重要嫌疑 然而当时的警方呢 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两个人啊 可都是多次进攻 身经百战的老油条了 在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前提下 怎么可能轻易就范呢 实际情况呢 也的确如此 两人都失口否认与案件有关 反正啊 不管调查人员怎么套路 就是不认罪 言下之意 你有本事拿证据出来 而证据呢 又恰好是此案的软肋所在 所以2020年9月24日 首尔警方呢 公布了一条震惊大众的消息 啥消息呢 说经过调查 已经基本排除金善宇和嫖根亨的嫌疑了 这也是此案最后的信息了 故事本身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但此案在网络上的讨论 至今都没有停歇 有说金善宇两人就是真凶 只是警方没有证据的 还有人说凶手另有其人 甚至呢 有个退休老警察 表示流氓吐案 不是什么连环凶案 而是三起独立的案件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四个字形容就是五花八门 在这里呢 就不一一介绍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检索 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其实在以往的视频中啊 咱也遇到过线索都指向某一个人 最后呢 他却不是真凶的案例 但这种情况是少之又少的 反观流氓吐案 嫌犯不但不止一个 而且两个人都很符合真凶的特征 如果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绝于巧合 至少在我看来呢 有点牵强 其实除了之前说过的内容啊 警方去金善宇家找他的时候 还有过一个重大的发现 那便是他家的地板上呢 有很多的绳子 这又和幸存者朴女士的证词吻合 至于金善宇对此的解释也很简单 他说那些绳子呢是给宠物玩的 平时呢也会拿来绑回收废品用的麻袋 在我看来这句话呢 说明他不仅有麻袋 而且对绑麻袋很有经验 不是吗 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啊 凶手就是金善宇两人 只是警方没有证据 但作为普通民众呢 有时是不能理解警方难处的 再加上流氓图案又备受关注 负责人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么基本排除嫌疑这句比较灵活的话术 便是最好的选择了 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警方真能排除他们的嫌疑 为什么不把具体的原因公布出来呢 为什么要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引来民间的各种非议呢 当然啊 这只是我一家之言 各位如果也有自己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